HELLO YOUTUBE 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Rendy 歡迎回到大胃祥魚 大家要知道馬來西亞呢 是一個民族跟文化都非常多元的一個國家呢 所以今天這個大胃祥魚呢 要嘗試一些另外一些種族的這些食物啦 今天要嘗試的食物是屬於哪一個種族的呢 那就是我們的印度族啦 那相信大家都可能會想到印度廟啊 媽媽當啊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呢 祥魚呢就找了四種最常見的印度餅 相信有一些人啊 可能還是很疑惑這些印度餅到底要怎麼分對不對 沒關係你今天看到這一集就對了 我們今天呢就要教大家如何來分辨這些印度餅的這些種類 OK非要不囉嗦我們開始吧 Let's go OK現在呢我們就要來介紹我們今天要嘗試的第一種印度餅啦 OK那首先呢也是媽媽當常常會看到這個 Dose 有沒有這就是Dose 那這個Dose呢如果你沒有打包啊 直接在這個印度媽媽當吃的話呢 它會是扁平而且成這個扇子狀的 不過呢因為我是打包回來的嘛 所以它就這個Dose就被它折成這樣啦 這就是Dose 那這個呢它是把它放在一個扁平的鍋子上面煎的 有沒有 如果你叫媽媽當食物的時候啊 它會免費附給你三個咖哩 所以呢今天呢我們也順便來品嘗看看這個咖哩吧 然後呢順便選出 Ready小羽心目中最喜歡的咖哩啦 OK那我們先從它這個原味開始吃吧 那由於呢這個印度同胞啊 他們通常呢都是用手吃 都是用手吃 所以呢今天尾巴手洗乾淨 並且呢入淨隨俗啦 雖然說不是淨啦 不過呢我們就跟他們一樣 用手來吃吃看印度的餅吧 OK那我先吃下了一塊 那我們現在吃的這個就是原味的 沒有加任何東西的 有沒有這就是它的那個餅啦 裡面是白的 然後外面就是有點脆脆的感覺 那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原味的好了 它這個豆子啊是有一點點脆脆 就是真的是有一點脆脆的感覺 然後呢有微微的一種酸味 或許是因為它的發酵鍋 發酵鍋就有這個酸味吧 還蠻不錯吃的 那接下來這個呢我們就來沾這個咖哩看看啦 這個咖哩啊把這個豆子的這個酸味完全的去除啦 所以這個豆子呢就跟這個咖哩 搭配的天衣無縫啊 好吃 沾一個 OK那接下來呢要嘗試的印度餅呢 就是大家耳熟能香 從小到大都聽過的一種印度餅 也是媽媽當裡面最容易找到的 那就是這個 Rodichanai 有沒有有沒有畫起 許多朋友小時候的回憶啊 對了就這個Rodichanai 耶 因為這個Rodichanai 它是有這個Mai Da這種麵粉做的齁 所以呢可以看到它裡面呢 這個就會比較厚有沒有 就有一點厚厚的 看起來很有嚼勁的感覺齁 那這個呢也是這個 做這種餅的師傅啊 甩了壓甩了壓 這樣子反覆做這個動作做幾次過後呢 才把這個餅弄出來的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這個餅吧 對了忘記嘗試另外一種咖哩 哎呀這是我的私藏料理私藏咖哩 那我們吃吃看它的這個原味好了 它這個原味的話呢 它就是普通淡淡的這個香味 它沒有太多比如說太鹹啊 或太甜之類的這種味道 沒有就是淡淡的一種味道 所以應該要加一些咖哩才行吧 好那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普通的咖哩好了 這個感覺啊就是跟剛才的dose一樣齁 就是這個也是有一點脆脆的 然後呢這個rodi chanai啊 它是滿有這個嚼勁的感覺 你看很有嚼勁的感覺 那這個裡面呢蓬鬆的狀態 蓬鬆的 OK那現在呢我們來嘗試另外一種咖哩 那這個咖哩呢就不是附的啊 這個就是要用錢買的 這個咖哩 就這個咖哩齁 那這個咖哩呢也就是我所謂的 就是我最愛的咖哩 這個咖哩呢叫做陰嘴豆咖哩 這個豆豆就是陰嘴豆啦 好那我們立刻來吃吃看這個dose的味道如何吧 這個有非常強烈的咖哩味啊 而且帶一點微辣微辣辣的感覺 因為這個咖哩啊其實是非常濃的咖哩 應該算是比較濃的咖哩啊 所以呢這個呢會比剛才那個咖哩來的辣一些 所以這時候呢就要趕快多補幾塊 解辣 OK那下一個呢也是媽媽當很常見的齁 就這個chapati 那這個chapati呢 是比之前的那些餅來的薄了一些有沒有 因為這個呢它是沒有發酵的 它就是直接就是把它弄成一團麵餅 以後呢就直接放在這個煎鍋上面煎的 那這個chapati啊它名字那個chapat啊 在印度語的意思就是拍打的意思 有沒有所以它們呢是拍打鍋子 把它放到這個平面的這個鍋子上面煎的 那我們一樣也來吃吃看這個chapati吧 這個chapati呢如果這樣子單純的吃的話 其實就很像在吃麵包就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呢這個chapati啊要搭配一些味道很濃的咖哩的時候呢 獨特而一番的味道 那我們現在呢馬上就來配這個咖哩看看 味道有什麼改變吧 由於這個咖哩不是很濃齁 所以呢算說就是這個chapati 占這個咖哩味這個咖哩鍋呢 完全就只有剩下咖哩的味道 完全沒有這個chapati的味道 我們來吃看看另外一種咖哩 嗯真的很好吃啊 難怪印度人早餐午餐晚餐都是chapati啊 原來是這個原因呢 原來因為那麼好吃啊 而且聽說這個chapati啊 它因為沒有太多的添加物 它只有這個鹽 麵粉還有這個油就可以做成了 所以呢聽說這個chapati 如果這樣吃的話呢 其實是非常養生的一個食物啊 那這個呢也是今天最後一個要介紹的食物啦 那就是這個 Nan 有沒有這個Nan看起來就是很厚的樣子啊 有沒有看起來超厚的呢 那這個Nan呢 它的確是比chapati還要扎實 那這個Nan呢 它也是 它的做法呢 也有別於這其他三個 它這個Nan呢 它是放進一個大烤爐裡面 那這個烤爐呢 其實是用這種 用泥土跟黏土做的這個 大瓮齁 大瓮 OK 那現在我們要來品嘗看看這個Nan吧 你看這個Nan喔 如果這樣撕的話 很難撕得開 所以就可以看到它裡面是多麼的結實了 哇 看起來好好吃的樣子啊 我們現在 我們先原味吃吃看 它原味吃起來呢 也真的是完全沒有味道啊 就真的像在吃麵包 或是 你們說的 吃麵粉一樣 完全沒有味道 所以呢 它就是要搭配一些咖哩 才有它特別的一些感覺 我們吃吃看這個咖哩 它如果配這個咖哩鍋呢 我就會覺得這個咖哩有一點微辣 有一點辣辣的感覺 輕微辣 微微辣 不會說讓我整個舌頭巴麻之類的 不會 蠻不錯的 淡淡的 那我來吃吃看這個比較辣一點的咖哩 我把整片都沾上來這個咖哩 大 沾上來這個大 真的是 絕配啊 因為呢這個辣奶它本身是比較厚 所以沾上這種比較辣的咖哩的話呢 它就不會跟之前沾那種 那種比較薄的餅沾咖哩的時候一樣 因為之前那種 那種薄的餅沾這種比較辣的咖哩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特別辣啊 那如果用這種比較厚的話呢 就覺得這個咖哩呢 就沒有之前那種辣度那麼辣 或者說那個咖哩味也沒有那麼濃了 所以這兩個真的是絕配好好吃喔 OK 那我們就介紹完這四種印度餅啦 那這時候呢一定有人很好奇的問我說 欸這種 如果整套的話大概來說是多少錢 OK 那現在呢 現在就告訴你一個非常 讓你會覺得非常震驚的一個事實 沒錯 這麼好吃的印度餅呢 一個居然只需要 大概 差不多兩塊 兩塊馬幣喔 沒錯 那麼好吃的東西呢 居然只需要那麼便宜的價錢就可以吃到啊 那當然啊 如果你加料啊 比如說加蛋啊 加洋蔥的話呢 當然呢 這個價錢呢 也會比較貴一點 這種沒有加料的這種印度餅呢 其實已經是非常好吃了 有沒有 加一點這種咖哩啊 加一點就非常容易的 讓你有胃口有食慾啊 只是呢 你不要 千萬不要一次就吃那麼多這種咖哩跟這種印度餅齁 不然真的會容易卸肚子啊齁 所以方勸大家呢 要吃的時候呢 就慢慢享用 不要狼吞虎咽 那也不要 也不要吃太多嘛齁 OK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按個讚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最終的按鈕可以到FB粉專號 還繼續幫我個讚 OK 好 我是瑞瑩小魚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